做爸爸後 已經不只是顧著自己 一直堅持著為了女兒 到今次今日 看著女兒成長 就慢慢成長都很滿足 麻地消為我女兒而開 女兒今年剛好 今天五個月大 我的店就開了四個月 我擲了一個吉日 開張那天就是我女兒滿月的一天 拿著一個耳頭 剛好有一個吉日 這間位於新蒲江的泰式串燒店 老闆阿楊做了十幾年廚師 再開餐廳 這個豬仔鼻 它的名字叫豬串骨 是在豬身體裡面的 肋骨的部分 我看到它的大腿整個豬仔鼻 不如改名叫做 豬仔鼻 挺可愛的 店裡除了有一般的串燒 還有泰式食物 例如這個山菜包 我們那些米粹是自己親自 放了很多種香料 例如香茅、南薑等 粉粉諸如此類的東西 經過一個烘江的程序 然後再打磨成碎 放這個山菜包裡面 泰式質魚加入白胡椒 香茅、南薑這些材料 醃製 燒烤的過程長得半個小時 夾起來魚皮不會連著魚肉 魚肉食落依然很嫩滑 為了要努力經營店 難免會少了時間陪個女兒 一天17個小時 是沒有放假 不停地買 一天在家裡睡了4個小時 玩一下BB女兒 只有3個小時 因為開這間店 有經歷過很多困難 但不能說一時之間放棄 不停地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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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保留